大家好我是韓國人我們是打假漢將 香港真小妹 耶然後今天我們來到這個沙坡尾 在衛門啦 衛門雙子塔最繁華的地段 那很開心今天來到廈門 因為廈門真的離台灣非常的近 而且跟台灣的文化基本上都還蠻相近 就是這邊過去的 抱歉 哎呀你要講那麼直接 好OK的 對沒關係我們絕青的內臟都很大顆的 對但是今天有一個最刺激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我們要做個街訪 那今天街訪的議題也是接續 我們之前在杭州在福州有問非常多人 但是今天唯獨不同的是已經很近囉 廈門其實過個這個坐飛機 大概一個小時就到台灣了 我覺得本來廈門跟台灣聯姻還挺多的 對所以今天我們也是想要問問 廈門的小姐姐們 或者廈門人或者是當地在玩的人 願不願意嫁來台灣 會不會很渴望 台灣年輕人會認為說 大陸渴望台灣的自由啊 就是感覺就是對面的島 然後看著那邊就是台灣喔 所以李章來說我們一問 說你要不要嫁來台灣 可以啊 太渴望了 哇什麼時候可以解救我 對不對 應該會有這樣的論述 而且尤其又是在廈門 比廈門如果像我們在浙江 稍微離台灣還有距離 但是我覺得廈門 他們還是會思考一下的話 我就覺得台灣好像 沒有像那些決心講的 那麼難拨彎 對對 合不合理 對 所以今天在這問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還不是在山東 不是在哈爾濱 那麼遙遠的地方喔 是離台灣最近 看看 這裡的小姐姐們 會不會嚮往來台灣 會不會嚮往台灣的自由 會不會嫁過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問問這裡的民眾吧 Let's go 們好 很開心給你們做個接法 我想問一下這位小姐姐 如果今天有一個台灣的男生 你會願意跟他交往嗎 還好 哇 還好 還好吧 還好 那這位小姐姐呢 不會 不會 所以你沒有說 欸覺得台灣好棒喔 很自由啊之類的 沒有這樣的想法 沒有 那這位小姐姐 沒有 也沒有 你們讓我心碎了 沒關係 謝謝你們 小姐姐你們好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台灣的男生 如果任即交往 你們會願意嗎 太遠了 太遠了喔 如果交往的話 你是不太願意就對了 那這位小姐姐 對 對 你不願意 好 那假如你真的跟台灣人交往的話 那你願意跟他嫁來台灣 還是你希望他在內地 假如啦 你在內地吧 在內地 所以你不會覺得在台灣 哇 會很發達 很自由 嗯 我不要喜歡內陸吧 喔 沒有那種感覺就對了 那這位小姐姐呢 在內地吧 也是在內地 你也不會覺得說台灣很自由 很怎麼樣 不會這樣想 大陸也很自由吧 對不對 蠻自由的 沒有太多區別 好像 自己在內地長大 我可能更加喜歡內地一點 比較喜歡內地 好 我們漂亮小姐姐 你們好 挺男朋友 如果今天是台灣人 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那如果論即婚嫁 嫁來台灣 嗯 是可以的 那另外一個女生呢 嗯 如果我的男朋友比較帥 並且是台灣人的話 我願意去台灣 我也是 就普通 嗯 就普通 那我肯定不願意 那我肯定不願意 還是希望她在內地就對了 因為我不想嫁去那麼遠 你覺得這樣算遠嗎 對 挺遠的 挺遠的 那小姐姐是還OK 就對了 我是還OK 好 謝謝你們 你們好 不是 那哪裡人 哈爾濱人 喔 很遠 好可愛喔 各位可能沒有看到我表情 我是非常驚訝的 哈爾濱來到廈門 那很熱喔 還好 還好 你如果今天你遇到一個台灣的男生之類 你會願意跟她交往嗎 如果真的特別喜歡的話 那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是沒有所謂的 有時候我們講比較複雜什麼政治層面 沒有那樣 沒有沒有 那這位小姐姐呢 哇 先碰到再說吧 先碰到再說 所以也是還可以接受就對了 可以啊 你希望她在內地發展 還是你跟她回台灣也沒關係 她開心就好 就是我們兩個都開心就好 就這樣 兩個討論好就好 但是你有渴望之類的嗎 來到台灣之類還是沒有 想去旅遊 那種很渴望 還好 還好是不是 那這位呢 嗯 我也都可以 就是看感情發展的怎麼樣嘛 對 那會很渴望嗎 還是還好 還好啦 要看大家工作在哪 也不是說單一的感情就能決定的 嗯 要很多因素嘛 謝謝 們好 想要嫁來台灣啊 或者覺得可以賺大錢啊 會有這樣想法吧 沒有過這個計畫 沒有 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那這位小姐姐呢 好像也沒有想過 但是 很想去台灣玩 去玩玩就對了 很想去玩 那如果你有個男朋友 然後接下來論及婚嫁 然後是台灣人 那你會希望她在內地呢 還是在台灣 比較希望在內地吧 喔 希望在內地 如果像許光串那麼帥的朋友 可以 我也講 那這位小姐姐呢 沒有 完全沒有 如果你的男友 就是台灣人是OK的嗎 不OK 也不OK 為什麼 不想要去那麼遠吧 喔 不想要去那麼遠 那所以沒有渴望的感覺就對了 那這位小姐姐呢 我也沒有 喔 那如果台灣的男朋友可以嗎 台灣的男朋友 嗯 我感覺好像比較喜歡 找福建的 喔 五月天可以 喔 五月天可以 那如果今天 五月天的跟你 然後就可以嫁來台灣就對了 那嫁還是不要了吧 嫁還是不要了吧 要是五月天的來台灣 福建這開場演唱會就更好了 對 疫情啦 謝謝 來 小姐姐 你們好 今天遇到一個台灣人 你會願意跟她交往嗎 我覺得交朋友是可以的 交朋友是可以的 那交往的話 交往的話 我可能還會選擇 嗯 福建的吧 就是因為家裡人會說 考慮離家境一點 喔 所以還是會思考一下 那這位呢 可以啊 我覺得無所謂 都行 喔 戀愛都沒問題 那論及婚嫁 你會希望是說 在內地呢 還是在台灣 可以 兩邊都行吧 就是說 就是 可以這邊住一段時間 那邊再住一段時間 那你會很渴望嗎 還好吧 沒有那麼渴望 還好吧 沒有那麼渴望 還好吧 好 那這位小姐姐呢 嗯 我覺得去台灣玩玩 然後跟台灣人交朋友 我覺得非常開心 但是 如果假如說談婚論嫁的話 我還是會留在內地 內地 那你們覺得台灣人是同胞嗎 是啊 我怎麼說 是嗎 謝謝女人 請問你是廈門人嗎 對啦 算算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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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說明南話嗎 會好 說擔保了啦 哎唷 好開心喔 好難問我 好 今天來問一個 這個小小的東西 因為廈門離台灣很近嘛 嗯 如果今天你遇到一個台灣男生 那你願意跟他交往嗎 如果他是台灣 廈門戶口我願意 但是他要是台灣的 那就 蛤 你講那麼直接喔 好 各位我心都水 那直接跳到下一題就是 如果論及到婚嫁 你會渴望嫁來台灣 還是你說 我想要他來廈門 當然是他來廈門啊 所以你不會渴望來台灣就對了 不會 就是隨去理由 但是不會說 搬到那邊去住 連廈門人都還好喔 看門嫁過來嘛 是吧 對 那你覺得 你的廈門的朋友 大概想法也都 不會落差很多嘛 應該感覺 對啊 肯定的啊 就是覺得就希望 如果是台灣的男友 就希望過來廈門 是 好 你開心跟你做個街訪 你會願意跟台灣男生交往 假如我沒有男朋友 我可以跟他交往 交往到論及到婚嫁 你會很渴望來到台灣 還是希望他在內地 如果兩個人相愛的話 我覺得哪個地方都可以的 哪個地方都可以 那就這樣 謝謝 今天我們蘿莉塔的小姐姐 非常的漂亮 想要問一下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台灣的男生 你會願意跟他交往嗎 我覺得不管是台灣男生 還是廈門的男生吧 重要的就是交不交往 還是要看說有沒有感覺啦 有沒有感覺 如果論及到婚嫁了 那你渴望說 我要嫁去這樣的想法嗎 那也沒有 也沒有 因為台灣在我心裡 可能就跟中國其他省份 都是一樣的啦 對 所以你就覺得在內地 都OK就對了 對都OK啦 好 OK 謝謝 好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其實我摸著良心講啦 我過去有一點決心的心 今天真的完完全全破碎了 尤其是有個廈門小姐姐說 啊為什麼 對其實我很難過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發現連在廈門這裡問 其實回答都跟我們在其他地方問 都已經是差不多了 大家多半還是希望 另一半落實台灣人的話 能在內地發展 那我都還沒有聽到任何一句 我好渴望 那大家都是基本上就是 傳統的觀念就是說 欸想要來台灣走走 我還沒去過台灣啦 所以想要去看看 就是他們如果真的去台灣 是為了那個男生 為了愛情 而不是為了這個島 也不是為了自由 也不是為了他的政策 對或者選票 對 這個其實還蠻衝擊的 因為通常福建人 或者是廈門人 對台灣還是最熟悉的 應該很有善啦 對對 應該說台灣好啊 我願意嫁來啊 真的太自由了 不像我們大陸 在圍牆裡面有沒有 有些決心會這樣認為 有些香港的一些比較 也會啦 也有些會這樣想 但是 是竟然今天 完完全全破碎了 這些思想 我最後一點點 絕青的心都已經消失了 毫無優越感 真的要認清現實 大陸今天的進步繁華 這是有目共睹的 這也是大家都有眼睛 看得到的 好那如果喜歡今天這一集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支持我們曾小妹 也到他的頻道訂閱 如果有任何想法 的話在下方留言 我們打開按下 我們下次見 拜拜